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参与对决比拼 邀请民众来票选超人气小吃 参与票选还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有万元气炸锅等50个实用的小家电产品 我们都是武林高手 高手都在民间 高手都在我们的夜市里面 那今天很高兴看到的是我们十家的夜市 十个很有特色的夜市 那这十个刚好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 参犯经济计划纳管的夜市 也就是这所有的夜市目前都是市政府亲自纳管 然后一个一个辅导 那也谢谢大家的配合 在这十个夜市 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个 几乎全部都有造册 第二我们全部都有控出所谓的消防通道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都做了一些相关的辅导 那帮他装置很多的设施 尤其是排油烟的排油水的 那我们的夜市里面又安全又卫生 那当然很多的里面有非常多特色的店家 让我们的夜市成为民众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尤其是国际观光客这几年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夜市非常的辛苦 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很快 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那8月9月刚好是我们现在正在振兴的期间 那这段时间刚刚看到8月开始 就开始从今天开始 其实就可以来夜市打牙记了 那每一摊每一个店其实都非常有特色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市民朋友来到这里 除了找到这些特别的店家以外 找到我们民间的高手以外 还可以感受到我们夜市整个的改变 尤其是各位会长 这次会的会长 谢谢你们 这几年这两年多 没有你们的一起配合 台北市的夜市不会改进的这么快 只要谢谢大家在这两年多 疫情期间还能够跟着市政府一起往前走 这边要特别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逛完夜市的时候 我们8月底台北市会开设一个城市博览会 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台北市 不同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跟我们的夜市一起往前走 让我们欢迎万华双雄 李昭成理事长 带来蒙甲夜市入围的传奇地瓜球 与孙立林代表 带来公馆夜市入围的阿兰手工法国面包 今年的主题是武林峰 各大夜市摊商都精心装扮 端出自家的特色小吃走秀 台北夜市打牙季票选期间 从即日起到8月21号 将分别从台湾小吃 异国料理 饮料 冰品甜点 与台北奇迹五大象 各选出前三名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我们这次参选的有老中青三代 然后有我们很传统的林郑造马吉兵 然后有我们的牛妈妈的控肉饭 那比较中生代的话是宁夏牛排 那我们的放山鸡鸡排 那我们还有168纯仙饮 那比较新的有我们的雅米花生卷冰淇淋 然后有我们的大喝茶 那是夜市的连锁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都有新的旧的一起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来夜市一起消费 这次我们总共有九个摊 那我九摊包括我本身我自己卖的南望胡椒虾 然后还有传奇黄金地瓜球 然后阿嬷西瓜汁帅哥喝饮料吧 然后还有沙茶阿庆沙茶鱿鱼蒜 然后还有东港鰍鱼欧蓝 所以说我们这些都是同反价的东西 然后欢迎你们来我们蒙角夜市 吃吃品尝我们的小吃 其实在前一阵子疫情的时间加上下雨 是真的是有一些影响 那不过在这个现在政府这雨病无共存的情况下 其实也现在生意有开始稍微的回来了 那尤其是假日真的是人蛮多的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客人 那我们会尽量的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服务 那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来您下夜市走一走 谢谢 我们自从那次的疫情从5月14号开始我们就停业了 停业到7月24号开始营业 那这两个月的当中大家都没有办法生活 那7月24号我们是开始营业以后 我们陆续就是摊商是陆续出来做生意 我们并不是一次全部来的 那人潮都没有办法一直回笼 那就是经济部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他们都有一连串的振兴活动 那振兴活动以后就是有我们有发蒙甲券什么券 都有一些人潮回笼 那尤其这次的打牙季我们很期待 因为很多客人打牙季还没到就一直在问我们说 即使要做快散活动了 那我们都有个客人讲说我们是几号要做快散活动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这次的打牙季的盛况 然后能带动在另一波的人潮进来 各大夜市摊商相当感谢市政府 透过活动行销来促进夜市的商机 此外8月13号到8月21号两周的6日 也欢迎民众到指定夜市扫码停写问卷 还可以加码再抽环保豪利 结合线上线下一连串好康的活动 欢迎民众来夜市冲一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2022台北夜市打牙季即将开跑 今年宁夏 士林 蒙甲 南京厂等十处夜市共襄盛举 让民众票选心目中最爱的夜市小吃 同时感受夜市在后疫情时代的全新样貌 配合活动还能抽奖拿优惠 同时感受夜市在后疫情时代的全新样貌 亲戚朋友到南京厂来逛一逛 趁这一次的打牙季把南京厂的美食 一汤一汤的把它吃 吃到大家安心 是我们南京厂夜市所有摊商的理念 所以你到南京厂放心的吃 你心中喜爱的夜市小吃是什么呢 台北市产业局每年办理夜市打牙季 透过夜市推派各类摊贩美食参选 最后由民众网路票选出喜爱的小吃店家 让大众享受夜市美食之外 也能体验台北日常文化 今年也即将开办 南京厂夜市就有15家摊贩 八瓜咸酥鸡 生煎包 银鸭汤 甜品等参加角逐宝座 南京厂夜市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可能很少知道 但是自从我们有了毕比登以后 因为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不认识毕比登 但是毕比登认识了我们以后 就前府后继的很多人来寻找南京厂的美食 所以目前全国所有夜市里面 毕比登参盘推荐的美食 南京厂夜市最多达到七间 那些美食真的是不顾虚名 他本身就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的在经营他们的这些食材 那南京厂也是周边附近的厨房 很多人有的是三餐基本都打蛋南京厂 那南京厂这两三年我们把它营造成一个安全 因为食品的安全认证我们都长期的在做 还有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摊商 他们的自主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那也得到市场管理处这边的帮忙 市政府这边的帮忙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建设 包括说这些摊招 摊招是多余的 多余摊招实价登陆 还有这个跑马灯作为这个公共的宣导 然后帮政府推播一些公共政策 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要做的 那因为我们南京厂夜市跟所有的住户 也达成了很和谐的互动 包括很多垃圾的问题 噪音的问题 还有油烟的问题 我们几乎只要有问题 我们都一一处理 所以我们南京厂夜市 在这个社区里面 是得到大家的肯定 感谢台北市政府连续几年的打压剂的这些活动 那我们也参加了今年第五年 那历届也出现了很多 就前十名啦 或者说去年的top 10啦 那有很多这些店家都得奖 那这个得奖过程里面 大家都互相鼓励互相激励 我记得五四年前 那请他们报名打压剂都没有人理我 但是从去年开始 大家都抢破头 我们打压剂的这些店家 首先都会在我们夜市场域里面 做一个衰竭 筛选以后 觉得说这10家不错 然后就把它推出去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没有参加的会有一点失望 不过说明年再努力 那打压剂开跑以后 我们会配合市政府这些 所谓的50块的购物券 那我们商场里面 目前就是我们会规划一个 所谓的行销 那个活动 然后后续出来以后 我们会跟在网路上面 广告给所有的这些消费者知道 我当会长 我也是在第一线做营业的 我家就是八栋原载汤 那八栋原载汤 它本身在南机场 它已经经营了四十几年 那我们参加过很多的这些比赛 还有很多这些爱好者 都对我们非常的赞同 也非常的鼓励 所以我们得到2014年的全国汤圆的 PK大赛的第一名 然后去年得到台北市政府举办 打压剂的Top 10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每一次得奖 都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那让我们的产品可以日新月异 然后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今年夜市打压剂 特别要选出夜市之王 那我们之前经过了这个秘密客的这个探访 然后选出了74家 那接下来就要由大家市民来共同票选 那么找出好的这个美味的这个夜市美食 那另外今年呢 我们跟用户也有合作 那么每刷50块都还有10元的回馈 我想这是大好康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来享用我们台北的夜市美食 选战将至讯息满天飞 如何分辨真假呢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开发选情风向球 媒体素养桌游 将选举中各种讯息 结合游戏 让玩家了解 在接收点阅分享的同时 都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将媒体素养带入生活当中 关心国家大事的群组 然后里面有赤资500亿 盖最大的主题乐园 然后资讯是说 这是真的 全球知名的游乐园总裁在媒体透露 他说2025年的时候 要在本市赤资500亿 游戏中的讯息卡 出现民众在电视 网站 社群软体等不同平台 可能接收到的各种讯息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 或是用查证卡来求证 模拟讯息传播 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 年底选战将至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开发选情风向球 媒体素养桌游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将媒体素养融入在生活当中 每到选举的时候 因为选情激烈的竞争 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 这种竞选宣传造势 甚至是负面选举 用来抹黑或攻击对方 希望能够在选举当中胜出 那公平的这种选举过程 可能就会蒙上这个阴影 这会造成台湾选举 为人诟病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何能够在选举当中 避免这些不当的选情的 资讯的操作 特别是虚假讯息 不实讯息 抹黑的讯息 来干扰选举的 有序的这个进行 然后来影响选民独立 正确的这个判断 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共同来面对的一个课题 那今年呢 梅关开发这一传游戏 初衷很简单 就是要希望能够寓教娱乐 让大家透过游戏 能够更了解 在选举当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举资讯 在选举当中 我们如何判断 候选人政党 以及各阵营所发布的讯息 以及如何去监督 他们的言行表现 包括选情跟选前跟选后 所以这一款游戏 虽然是一款很小的游戏 但透过玩的过程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来参与跟了解这一场选举 或者是下一场选举 那不管你今年的手头竹的年轻人 或者是年年都有参加选举的成年人 那这一款游戏 应该都是老少嫌疑 桌游中四种议题板块 还原选举过程中 社会上充斥关于多元人权 经济建设 民生社服 外交两岸等各种讯息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可以从讯息来源及合理性 练习评估讯息可信度 察觉出带风向的讯息 进而反思如何在各种讯息中 做出选择 他其实是跟我们的台湾时事是很满能够结合的 所以很明显他是能够呼应台湾某一些现象 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因为实在太像之前所看到的讯息 所以就会觉得应该要查证 所以我就想说先做查证 那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你把这些分享跟那个 那个卡片都继续放在这边 你就可以最后面去统整说 哪一些他讯息其实是假讯息 然后他被转传分享出去 那其实他的扩散的效果 其实就会开始触及到很多不同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游戏上面设计可以发现说 某一些议题他其实 会产生不实讯息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某一些候选人 也会因为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好处 那你也可以从支持某一些讯息 转传出去而害到某些候选人 其实他很南瓜性的 把我们社会上诸多的议题 基本上都包裸万象的包含进去 而且在新闻的选举上 也都选举到一些非常 极具代表性的新闻这样子 尤其是像有一些 会因为立场或证件不一样 所以导致有不一样的起伏 支持度的起伏 尤其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摆在10 而不是摆在0 是因为候选人可能会因为他的证件 或是因为新闻来导致他的支持度 会有上升跟下跌 我觉得就是这个桌游 还蛮有巧思的地方 再来就是因为查证跟分享 尤其是分享 像每一轮结束 我们都需要有分享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跟生活上 我们可能顺手转传 这个动作其实蛮相似的 可是其实它却会带来 极巨大的效果 不管是对社会 或是对你个人 可能都会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把生活中的一个小举动 变换成尸体的桌游 来让我们领略到底 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他的每一张这个讯息 资讯卡他都会搭配一个查证卡 那查证卡的过程中 因为他查证卡他会讲一下他 查证的这个历程 还有这个结果 那像我刚刚在玩的时候 因为我是支持二号候选人的 那所以说就是候选人 他是有希望说可以 他的证件包含了一些 就是民生社服 那虽然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中 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这个游乐园的这个资讯 他其实是假的 然后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查证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我觉得他对于我的 我想要 如果我要获胜的话 我觉得他对于我的候选人的影响 是不好的 所以我会选择投这个 去分享这个假新闻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 就是孩子可能会为了 想要胜利 然后去站在不同的 站在他所选择那个候选人的立场去 他就有可能会去转传到假讯息 我觉得这个动作 他其实就可以让 孩子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可以在未来 在看这些讯息的时候 他就会有意识地知道说 他背后是不是有哪些立场在支持 所以这个讯息 他即使是假的 有一些人还是会去分享他 去扰乱大家的一些印象 不同的分享管道 像这个你就很明显 从一些线索可以看出说 他可能是 这是那个YouTube的样子 对 然后像这个可能就是 脸书的分享 对 然后我们刚刚玩 还有发现一些是 它是新闻 但是上面那个标题是找不到 那可能就是我们常会讲的那种 内容农场 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 其实还蛮细腻的 对 然后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设大 是在推 就是媒体素养的融势教学 对 那其实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会希望说 很多很多我们在希望让学人去了解媒体素养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可以从生活中去学习的 不是特别跟他说 我们今天要上媒体素养的课 而是可以像这样日教娱乐 从游戏中 从生活中里面去做学习 对 那我觉得像这一套桌游其实也提供 以教学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也提供教学者很多的资源 像很多老师他可能 没有办法自己去搜寻很多很多的新闻 但这里面很多新闻其实都还蛮理真的 那老师可能翻就会找到 就是跟自己的印象可能有连结的 那可能就会是他 很好的一些教学素材 对 那这些刚刚 佩妮有介绍到 就是这些小的设置 其实在游戏后都还可以再做一些分享 对 那我觉得不管是趣味性 然后或者是真的用在教学上面的 这方面的可以达到的效果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选情风向球 媒体素养桌游 将于9月初发行 并且展开后续教材推广工作 美观基金会也将提供桌游的教师手册 让教师带领学生在游戏中进行讨论 而民众也可以透过 媒观官网 脸书与桌游通路 取得选情风向球桌游 选情风向球 讯息流通我掌握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Home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力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肥胖容易导致代谢症候群的发生 进而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培养市民健康生活的形态 与正确的控制体重 推动提升市民全骨及胃精致杂粮类的摄取量 8月8号起办理海尔斯家庭餐桌系列活动 让民众餐餐吃全骨营养自然补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30%到50%的癌症发生是可以避免的 透过每日摄取足够六大类食物及适当的身体活动 可有效预防癌症及慢性病发生 台北市卫生局为培养市民从日常基本的均衡饮食做起 推动提升市民全骨及胃精致杂粮类的摄取量 从8月8号起办理海尔斯家庭餐桌系列活动 藉由认识与正确选择全骨及胃精致杂粮食物 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及保持规律身体活动 控制体重进而促进身体健康 主要是我们刚提到的各项的健康检查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健康行为更重要 包含我们要健康的饮食 要身体的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市十大死因当中 培政也就是恶性肿瘤的部分 连续已经40年是第一名 另外台北市的十大死因当中 万幸疾病也难刮了八项 所以这些相关的危险因子 包含了均衡的饮食 去把运动和回胖等等 这个都是应该要来努力 客户和健康生活情况来改善的 那今天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是 健康准食的部分 那一位市民朋友应该都有听过 六大均衡的饮食 那我们在这次的活动 是从8月8号开始 提供了一个Health or Family 也就是健康餐桌的活动 那鼓励市民朋友从家庭当中 建立健康的生活体外 均衡的饮食习惯 并且可以选择全部拿两个主食 来提供我们的健康利益 那北市最新的调查指出说 其实他们的DNA得知 超过27%的肥胖利益是12.6%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话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饮食控制还有运动的部分 都是要给大家注意的 那其中有饮食控制 其实是最容易去调配的 那我们营养师的提醒大家说 其实在我们国人的善食性胃摄取量 如果大家足够的摄取量 是只有5%而已 所以善食性胃的来源 最重要是来自蔬菜和水果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 颧骨脊胃这次症状类 那是因为它当中还有许多的营养素 还有善食纤维 维生素EC还有多酚 那也对于胎症的预防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在维生素EC多酚 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去除我们体内比较坏的自由质之外 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 善食纤维的这个好处 那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维持 肠道的健康 然后可以促进好健的发展 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 液滑度提升 所以在体重控制这一块 是一个我们值得可以关注的食材 那所以说 其实要体重控制 其实大家会有个迷思 那外面说 其实是不是就标识饭 那但是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保护我的 有个藏盘的均衡饮食原则 那其实饭的部分就是吃 比群肉再多一点就可以了 那同时这个吃的种类 也请大家要帮我们注意一下 要以全骨极味精致杂量类为主 比如说如果我们常去外面吃饭的话 比如自助商或是便当店 你可以选择 像米饭 植米饭来群肉买你 然后或是选择一些食材配菜的部分 比如说玉米炒蛋 或是沙拉盘骨汤等等 这部分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是其他名的族群 可能会常去像第一商店 特别上面就有更多选择了 比如说它就是有烤地瓜 即食粤米或是连奈生菜沙拉等等的 还有四四四股肉棒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参考 那如果在家里自己做菜 常要自己煮饭的 其实更可以有更客制化的调配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 糙米 植米 或是红豆 打蛋 燕麦的 不同的加量一起去混煮 然后用一些不同的调配比例 还有就是你可以参考 你家里的口味的习惯 或是参考长成去压口情况 都要煮的更软一点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社区养殖 知识有推荐的一个就是食谷米 那这个食谷米呢 它有十种全顾 然后用简单的原则有喜好品闷 就可以让整体的这个美味啊 还有豐富的口感 就是轻松带上桌 那这个也是这边为了提醒这个家庭健康 所以我们推动的这个家庭餐桌 那还有自飞乐配合的这个活动 那邀请家中的学校 家长还有祖父母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藉由认识这个群团的饮食 这个群团的这个部分 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我们的活动呢 有三个对象 第一个是学生的部分 只要报名 我们就可以获得桌游的颜色 那再来呢 就是上传这个桌游的照片之后 我们也可以获得这个餐桌的桌店 那桌店照片 就会教大家怎样去选择六大类的食物 跟这个全部卡丫类 那拍摄的这个照片 把我们的食材 跟这个桌店团照之后 上传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记录 那另外成人的部分 就是完成这个桌店 跟六大类食物的这个社区的照片 那对于展者的部分呢 我们也强调这个持续性 有这个纸本的月令 这样的方便来运用 在上面也是记录了我们六大类食物 两天社区的情话 来做这个最后的照片上传 那每一个回合 那两周一个回合 然后总共会有三个月的时间 活动总奖金超过十万元毫利 等民众来挑战 为期三个月的系列活动 邀请本市学生 成人及长者三族群 以家庭为核心参与活动 完成目标即可参加抽奖 让健康吃规律动成为市民的日常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再带您来看 新医区嘉兴里里长郑志耀 与台北市一文推广出假日 在景秦二号公园 共同举办了一场文化 就在巷子里的活动 邀请即将成真活舞团 带来难得一见的活舞演出 先以在地的里民 与附近的民众前来欣赏 全场超过800位观众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舞者俐落地甩动着火把 合在一起仿佛变成了一个火圈 这精彩的活舞表演 是由即将成真活舞团 带来的精彩演出 新医区嘉兴里里长郑志耀 与台北市一文推广处 利用假日在景秦二号公园 举办了这场文化 就在巷子里的活动 吸引在地里民 与附近民众 西家带眷前来欣赏 全场超过800位观众 相当热闹 这次特别争取到即将表演工作坊 来我们里上这边做这个活舞的表演 其实相当的辛苦 因为这个文化在巷子的活动 是针对每个礼每三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才可以到我们各里去举办 那如果又要特别指定 或者是有碰到哪一个特别好的团体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那在上一次呢 其实原本已经安排了一个时间 要来表演 可是呢 这个活舞最怕的就是下雨 所以上一次刚好又在梅雨季节 所以说我们碰到 就在三天前知道说 表演的当天即将下雨 其实是很担心的 所以那时候当下做出一个决定 特别恳请这个文化局 能延长 延后将这个活动举办 那也还好在议员的协助之下 我们在洪坚义议员的协助之下呢 跟文化局局长这边做一个协调 还有表演团体这边时间上的许可 所以说我们才能把这个活舞的表演 延长到今天来做这个演出 我想这个真的是一方面 是老天爷的帮忙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即将表演工作坊呢 这个活舞团体 其实他们是从国外红到国内 当初呢 我看到最初发现这个团体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团员 在星光三月 做这个街头艺人 所以我才发现 后续陆陆续续 都有在跟他们保持联系 甚至也有其中的团员 在我元宵节活动的时候 来做个别的演出 那真的很高兴在这个三年后 这样一个机缘 可以请到他们 那也根据李明的反应 尤其在其他 我有先到其他的礼 他们今年在台北市 只有在两个礼演出 一个在北投的一个礼 另外一个就在信义区的加星礼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每个行政区 一区有四场 就是每个区 那十二个区 所以将近一年有这个 这个四十八场 那你看看 这么密集的一个场次 我们只希望说 把一些比较品质好一点的 一些演出活动 包括戏剧啦 儿童剧啦 音乐舞蹈 能够到我们台北市的各个社区 去做演出 也就是说把艺文的这个东西 能够我们类似所谓到基层去 让我们台北市民 可以很容易看到 有品质的一个演出的活动 来提升台北市的 整个地方社区的这个文化气息 那今天我们来到加星礼 今天是齐江城镇这个侯侯舞团 这个团是从国外红到国内 非常很有这个 吸睛的一个演出的节目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 我们加星礼的礼民 包括户信的礼民 的市民们 都可以看到一场 非常有品质 很好看的一场 头舞的演出 好那我们当然希望 未来这么好的一个文化活动 都能尽量的多多的演出 那这方面当然有关于 在经费上 人力上 都需要这个议员和我们文化局 议文推广处这边的大力协助 我相信这一定是 每个礼民市民 大家都非常期待希望的 在库上 来,来吧,来吧 来吧,来吧 来吧 来吧 精彩的活舞表演 还有女舞者的脚上功夫 都让在场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抱以热烈的掌声 嘉心里里长郑志要说 感谢各界的协助与共襄盛举 让这场活动能够圆满举行 那在座有很多的火焰传奇的粉丝 尤其我们两位年轻发起人 一个叫菜头 那一个叫豆腐 那说真的菜头豆腐这两个二十几岁 说真的可以发明这样的一个 火焰传奇的舞蹈 真的不简单 是不是借由你们的掌声 给这两位帅哥掌声鼓励一下 也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热情的参与 祝大家看得开心 看得开乐 看得高高兴兴 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谢谢我们的 各位借用这个一分钟就好 这次要感谢宏建议员 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活动的时候 是要碰到下雨 那时候宏议员特别问我 还要继续办吗 我跟他讲 可不可以帮我们延后 他马上帮我们协调有关单位 把这一次的活动 延到今天 所以说真的要感谢宏议员 真的 活舞最怕就是什么 下雨 所以说真的也感谢今天老天爷 给我们这么好一个好天气 特别感谢黄议员 谢谢 我们嘉心里 尤其是我们里长 他不是只有争取这个艺文活动 他连公园的设施设备 还有我们停车的空间 他都非常努力争取 所以呢 让这些的女民非常爱护他 也爱戴他 也希望他能继续连任 因为他能连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 那在这边我还是要公开呼吁 就是台北市其实还是很需要 除了基础的建设以外 很需要的还是人文的一些艺文活动 那台北市民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所以呢 文化在巷子里 我不断长期都要求市政府多办几场 从一年六四场到一年两百二十场 我们还希望再多增加 因为真的不够 那而且尤其是在我们嘉心里 这边 人文气息非常高的地方 再加上我们接下来 有很多设载会限制 建置完成 所以呢 这边会多增加一千两百户的住户 所以呢 人文艺文活动更需要再加强 所以这边我还是会跟里长一起 共同再继续推动地方的一些文化建设 那尤其是这种艺文活动 我们会再多争取 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些鼓励 然后也继续来帮我们里长多加持一下 那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非常好的 嘉心里的一个社区环境 一个人文环境的一个空间 今天来这边共同享乐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真的要谢谢制药 在那么好的时候 找了邀请了那么好的表演团体 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值回门票 我们真的是最最感谢的是制药 我们希望他继续帮我们服务 照顾大家好不好 好好 谢谢大家 我们制药里长 我从20几年前在立法院当助理就认识到现在 当里长之后做的有声有色 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 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表演团体 我们的火焰传奇 还有我们的艺文推广处的同仁们 包括林处长 包括我们会委员 包括我们议会好多的同事 大家刚刚都说了很多 习近在这个地方不多说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感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 这么多年给我很多服务的机会 祝福大家今天有个愉快的一晚 同时不要忘了大家一再提醒了 表演精彩的地方 给他热热掌声 好不好 好谢谢 郑里长真的很厉害 完全掌握我们李明的喜好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现场的活动是人山人满 连没有位置大家都要站着看 那这也代表就是说呢 其实像这样子的表演 对我们的社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在这个夜晚 大家可以一起看这样子的表演 整个社区的互动 在疫情现在慢慢趋缓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郑里长 他大力争取我们的表演团体 来到信义区 来到嘉兴里的演出 这次我们也很高兴这个台北市客家委员会 来提供这个所谓的麻吉 然后呢 一方面他有一些做客语的宣导 还有客家文化的宣导 然后再来呢就是永庆房屋 也提供了这个300个这个造型气球 都是来希望能让我们李明 可以在这个观赏表演的时候 也能同时得到这个吃的饗宴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客家文化 我想这其实就是希望在一个活动当中 能多种享受和多种收获 每一个人要来拿我的麻吉 我一定要叫他讲一句 那个客语我们才会给他 就是这样子 会讲什么再讲一次 会讲 奶油丝 一点香 就这么两句 芝麻亲和食 就是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 就是这个麻吉很好吃 那个这个芝麻很好吃 一点香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赞 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第一名 很赞 在嘉欣里里长郑志药的用心规划下 精彩的表演艺术饗宴 让李明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日夜晚 里长说 未来也将继续争取更多的艺文活动 来到嘉欣里 带入更多的艺术文化气息 赞 好 谢谢嘉欣里赞 好不好 嘉欣里赞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台北市大安区民俗委员会举办参序 各界人士纷纷到场支持 副市长黄深山更亲自颁发奖状 赞赏委员会的善举 期盼团体将乐善好施的大安精神传播下去 同一幕上映着大安区民俗委员会的善举 包括携伴陈年利益网活动 城乡交流 及颁发清函奖助学金鼓励学字 还有具有节庆气息的春节辉豪与爱新公益活动 获得各界人士的赞赏支持 对于整个大安的发展看起来 又是我们平常其实靠着民间 靠着民族会 常年以来 这个协助市政府公司协力 做了非常非常多地方的服务 那今天跟大家报告是年底的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台北市会进行一点春的振兴活动 因为这三点的疫情 真的是让很多的商业受到大的影响 那当然 今年我们在就这礼拜 开始会有一些东区的振兴 年纸的时候会有公买商圈的振兴 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像东区 而且我们大安区里面居住组织非常好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边的商业能够活络 让我们还是一样能够维持我们 大安区最繁华的金牌 那另外明年的二月我们会办公台湾灯会在台北 也就是台北市参加将近五名的预送 所以整个明年二月的灯节会非常好的热闹 那当然大安区也是我们要举办的其中的一个虚幻 所以今天要特别谢谢会长 还有谢谢各位里长 然后还有谢谢各位委员的帮忙 因为今年疫情突然爆发 当时就是整个民政局区长 然后健康服务中心 还有所有的比例的制风 来帮助台北市政府度过的最困难的一个难关 今天要非常谢谢刚才神会会长就说了一下 我们大安区民族改善会非常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们不只是在大安区 我们还在全台湾做了这么多的善事 那尤其会长跟在座的各位 都是在自己的领域 非常的真的是非常让我们觉得很敬佩 所以是不是在利用这个机会 也见好多好多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您一代表达过主任在现场 我们是不是再次用掌声谢谢一下 沈会长跟我们的朋友 非常地有名的大安医生 好想在这个沈凤宇里长 担任我们大安民族委员会的会长以来 我想每一次我们民族委员会 有开会或是有参会联谊 幸运应该都有到场 场场都有到几乎没有确实过 那我想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段时间大家没有办法碰面 可是呢即便这样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的成果展示 大家呢还是一样出钱出力 然后在各地呢 为我们在大安区进行各种的善行易举 所以幸运在这边 首先以深圳的易举功 感谢大家为我们大安区的贡献跟付出 谢谢你们 有你们真好 谢谢你们 有很多我们的里长还有委员还有大家长 都是来做一个学习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简报还有照片 其实说我们的里长坐在地里的服务 不只在里上的服务欸 我们还到了城乡交流还有捐赠各种的物资活动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委员会所有人一个掌声鼓励 那我到今天人很多 可是我有句话就真的有感而发 就是说一个社团呢 或是一个公益的力量 如果要走得快的话一个人走就好了 但是如果要走得很远的话 是我们一群人的力量 大家集结在一起 所以才会有大家各自地方的一个这样的很善举的活动 这样出来然后帮助更多弱势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谢谢沈凤云会长 让我们大家重新然后相信我的初衷 然后也希望在座大家真的疫情期间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为了建设更好的大安区一起努力 我当议员这三年多来 每次很多人跟我说做议员就竟在做什么 我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三年多来我的服务案件超过一千件了 每一天民众反应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不管小事大事没有大小之分 都只有为了明天大安区更好的建设努力 所以要在这里拜托大家在年底继续支持我 还有在座所有的议员跟候选人我们可以继续当选 希望四年之后我可以在这里更大声 可以跟大家说我的服务案件超过两千件三千件 也请大家支持我们跟沈凤云理想一起联任 然后继续建设大安区 我要谢谢我们民主会 还有谢谢我们公共同学 其实他是我们大安区的次郎这几年 就是他们 所以也谢谢我们会长给我们 而且看来看这么多 做这么多事情 不过必让他我赢 不过来都做这些感谢 这个太幸福了 而且把台北都带出去了 沈会长是我们客家之光 真的 他为我们客家付出很多 那所以任何沈会长活动 我能够来我一定尽全力都要来参加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要支持 因为沈会长在过去 他对客家事务的投入 以及他本身对于整个客家的历史 说真的他牢牢上口的比我还清楚 比我还清楚 从武乌乱华可以讲到现代 我真的要讲 是有心想要把这个客家文化事务 能够推展出去 也有心想要让这客家语言文化的传承做好 所以我想我一直对沈会长非常地佩服 那我也希望说 在这个都会区里面 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语言 族群的语言文化 我们自己的母语能够让更多的人去认识 那我想在座的 未来有很多我们的台北市民的守护者 在座的不管是现在的议员 或未来的议员 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让这个台北市这个多元文化的环境 能够更丰富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智力发扬善良风俗 关怀社会造福相利 黄珊珊副市长也特别颁发奖状 给予鼓励 在会长沈凤云的带领下 持续共创美好 今天是我们大安区民主委员会 111年度的第一次委员会议 非常感谢 那么多的长官 贵宾 民意代表 以及我们的委员的全数到齐 给我们这次的会 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要在此感谢大家的波容 我们每年主要就是说 办理这个 春节会好 爱心监选 免费健康检查 以及举办奖协军 还有做城乡交流 我们今年的城乡交流 预计八月十五十六 我们今年是去日夜坛 南投县日夜坛的渔池乡 以及国庆乡做交流捐赠活动 我们每年都办了五六十个 一个大概大学生有四千块 研究所五千六千等等活动 我们继续每年都在办 还有就是去国庆乡 我们除了捐每年捐米 还有捐饼干 还有捐罐头 捐卫生紙等等的日用品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跟他交流 能够转身给当地的弱势族群 来表达我们大安区 富而好利 热善好施的精神 大环境艰难 但社会上不乏热心公益的民众团体 为大众尽心奉献 丹安区民俗委员会长期配合政府 举办各式城乡交流与公益慈善活动 帮助弱势民众将爱与希望 传播到各地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其谈关心您 美国众议院院长裴若曦来访宣示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的决心 中国就宣布了要举行为期三天的台海军事实弹演习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 正值透抽产计北方三岛又是重要渔场 渔业署启动应变作业 集中区议会也每小时轮播一次军演消息 请作业传之在演习时要避开特定的海域 这里是基隆台基隆台呼叫有一份空电传台请收听 中国东部战区将在台湾周边展开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请在台湾北部西南东南海域空域航行的传台远离射击区 透过广播通知海上作业的渔民 中国要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要大家远离射击区 八斗子渔港岸边只剩下两艘船只进行补网作业 听到中国又要军演似乎已经习惯 我也啦 没什么担心啦 因为他们抓人是进来的 比较没有影响那么多 我们已经麻痹了吧 已经麻痹了 所以正常作业就对了啦 还是正常作业啊没有停下来啊 船也没有进港啊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抵达台湾 中国宣布从4号开始 一连三天在台湾海域周边六处实施军演 其中北方山岛演训区 这里是北部重要的渔场 现在正值透抽惨记 就怕渔民不知道要军演 渔业电台每小时加强广播 我想这个地方北方山岛是我们北部 甚至台湾最重要的北部最重要的渔场 而且现在是透抽的盛产区 你看现在所有船都出港去了 港内都没有什么船 那可能他现在发布海上这些船子 可能还不了解 所以我刚刚请电台马上广播 让这些在外面作业的渔船 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要他们注意 毕竟金眼对渔船来讲 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 他们在海上没有收到这个信息的话 我想是危险的 而同样在必杀鱼港 夏天最夯行程 金庸雨登岛 虽然照常举行 但游艇业者似乎感受到不寻常的气氛 就担心团客突然出现退订潮 假日是都还没满班 所以还有蛮大的空间 可以承载客人 那这三天会不会就开始就退订啊 或是说 呃 是有感受到最近的订单没有那么多 应该还觉得还蛮平静的啦 因为毕竟那边离我们这边还有一段的距离 还算不算小 就还好 怎么说正常 对就是正常 因为没有他们没有到关系到这么远去 就是出往正南 因为我们白天要等到 这还要掉了 而中国划定军演的区域 一连三天军演立委蔡世英说 中国主要是撞绅士 中国划定的这个军事演习区一定程度的 妨害了我方的主权 不论是在领海周遭或在兼具海域之内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国防部已经就这个部分 表达出严正抗议的立场 那但是中国划了这个演习区 是不是就在那边演习呢 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这些区域离中国的相关海域 都有一段距离 我认为他大部分的状况是 划了撞绅士 但不见得会在这个地方采取军演的行动 比如说 他有再可能在北方三岛周遭 实施所谓的飞弹射击吗 实际上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重要的渔场 有很多的往来的渔船 不是他划一个演习区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军事情动 因为事实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更何况那边也是我国海军部署的范围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中国虽然透过他们的官媒 划了在台湾周遭划了所谓的禁航区 跟禁航区 但实际上能不能真的去执行 是被打问号的 那更何况我方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就在我方军事力量投射的范围内 所以我想国防部在这个地方 会表达出来严正的态度出来 正值透抽生产季节 目前有多组的渔船在海上作业 渔会将会密切和渔业鼠保持联系 确保移民生计及作业安全不受到危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列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3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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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祁团关心您